籃球不只奇略于美国 最高殿堂也在美国 因此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美国人的运动 但多年来也是有不少来自世界各地的球星 在最高殿堂上缔造出惊人的事迹 这名籃球不再只属于一方 而尽管亚洲籃球的历史尚且 在国际舞台上也屡被看扁 却也曾出现过撼动篮坛的传奇 让亚洲籃球不再受到质疑 这名传奇被称作是会移动的长城 他就是姚明 1980年东方民族上海 诞生了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新生命 这个胎儿刚出生时就有近5000克重 比正常婴儿的2500到4000克还大上许多 在定义上被称作是巨婴 但他不是只是身形受到矚目 他出生的背景同样也替他带来关注 因为他的父亲是当年上海篮球队的主战中锋 姚志远 而母亲则是以退役的女男国兽 方凤 蒂 两夫妇都在篮球界赫赫有名的人物 他们的小孩自然就从小备受关注 也正是姚明出生时的背景 身为篮球世家的后代 姚明各方面当然都继承了父母的协同 尤其是身高 父亲208公分 母亲188公分 这让姚明从小就长得比同龄小孩还要高大 只是比起西方世界 高大的亚洲人并不常见 所以从小高人一等的姚明并没有因此充满自信 反而让他倍感自卑 认为自己是个异类 甚至还使得他病犹新生从小体弱躲病 完全不像是运动员家庭出生的孩子 庆幸的是他的父母也没有把他当作运动员来培养 因为在那个年代要做职业运动员太过辛苦 加上姚明对读书比较感兴趣 所以此时他身上压根就看不出来有未来篮球员的生意 在姚明8岁那年 正值汉城奥运时期 但国家代表队在这届奥运取得了难堪的成绩 这让全国上下开始更积极地寻找体育界的可造之才 而已经长到170公分的姚明 因为他的身高持续受到媒体的追踪 消息就传进了上海少年体育学校的 校长而礼 校长登门拜访了姚明一家 希望他的父母能让儿子尝试看看彼此过去的事业 只是姚明的父母起初是不愿儿子走上运动员之路 但碍于当时家境轻寒 担心无法给姚明健全的成长 而体育学校又有提供伙食 对姚明一家的开销来说更是莫大的帮助 父母这才答应让姚明去念体育学校 虽然对姚明的父母来说这是艰难的决定 但这决定反而大大帮助了姚明一把 不只是让他在篮球场上找到了归宿 还恰巧的在经到90年代后 运动员的收入和待遇有着显著的提升 姚明踏上运动员之路不再是艰苦的道路 如果能打出身价 也能摆脱清寒的家世背景 于是成为运动员 篮球员就成为了姚明的目标 在姚明12岁那年 他的身高已经来到了190公分 在少年篮球场上依然是鹤立汲取 只是姚明的球技也仍然很生疏 同时其还远不如当时的另一名少年 王自治 言此姚明并没有受到多大的重视 而此时姚明能做的 就只有加倍努力的锻炼自己 希望能有嘴赶上王自治的一天 在姚明13岁之后的日子里 他的球技也随着他的身高 开始飞快式的成长 他很快的就涨破了210公分 并且也多亏他很勤奋的在磨练自己的球技 跟着球队大量的练习投篮抛射等技巧 让他转眼间成为了有身高又有技术的常人 重点是他的行动能力也因为长年的训练而没有下滑 并不是一名笨拙的大个子 他的成长终于让世人看到了希望 他先是在16岁的时候就进到了上海东方篮球俱乐部的青年队 进行了更严密的训练 后来在他做体检测生长板的时候 更是惊觉他还有很大的长高空间 这让姚明的培育几乎变成了准国家计划 一时间出现了一群专业人士贴身打理他的生活棋居 希望能帮助他长到上线 就这样姚明获得了非常完善的照料 让他的生长非常顺遂 18岁的时候姚明就长到了226公分 再加上球技的加成 让他才刚成年就入选了国家的代表队 与此同时运动员开始能有旅外的机会 姚明也在同一年就赴美体验了Nike训练营 美国篮球的强度让姚明感到吃惊 但令人大吃一惊的反而是美国的球探 因为他们本来是想要来观察国内的年轻新秀 结果目光都聚焦在这名有着东方脸孔的球员身上 因为他不只高还真的会打球 虽然姚明还尚未有到美国打球的计划 但透过这场训练营 无疑也替他自己提升了国际知名度 让美国体认到了他的存在 进到公元2000年的时候 姚明迎来了生涯第一次的奥运舞台 有了他的挹注 无疑也让国家代表队充满了希望 而同时正宗又刚好有另外两名实力一等一的球员 分别就是王自治和巴特 这三人都是具有运动能力的常人 也让他们三人联合获得了移动长城的称号 象征他们的行动力 也象征着他们抵御外敌的能力 这当中最突出的莫过于姚明 日后他也独自一人承接起了这个名号 至于这届奥运会虽然他们没有夺牌 但姚明在这种国际大赛上仍充满着存在感 让全世界都看到了他出色的身手 当然也因此让美国让NBA更确信了要得到他的念头 奥运会结束后 姚明回到了上海继续打CBA联赛 期间他三连霸的联赛了主攻王和篮板王头衔 不只如此 他的得分能力其实也有联赛数一数二的水准 尤其在奥运过后的两个赛季 平均更是有着30分19篮板和5次主攻的成绩 在篮下如入无人之境 在场上打遍天下无敌兽 也让他被戏称是东方版的张伯伦 姚明统治CBA的表现 更是让美国职业球团垂涎欲底 大张旗鼓的招然他加盟 只是也因为姚明太过吸睛 担心他会不清楚合约签约等相关事宜 或是不小心误触两联盟间的规则 所以一个多人运作的专业经济团队也就此诞生 帮忙打理姚明的合约事务 后来被称作是姚之队 姚之队就仿佛是姚明的智囊团一般 起到了非常好的谈判作用 不仅对内协助姚明能继续保有国家队资格 对外也帮助姚明获得首轮选秀的保证 姚明也因此在2002年时正式参加NBA选秀 而姚明的参选虽然获得了极大的关注 视讯时也几乎吸引了所有球队的管理阶层前来观看 但大部分球团人对姚明的实力抱持疑问 再加上可能碰到他签约转会等限制 所以让大家基本上对姚明望之却步 认为他可远观而不可泄蜿言 仅有少数几队对常人有急需的球队 对姚明仍依依不舍 其中就包含了火箭队 火箭队在一年前送走了为自己效力17个赛季的球星 阿均欧阿祖万 球队在他离开后势必得经过一番重建 但火箭不想要有太长的重建期 在想要火箭队时几乎都是靠顶级中锋打天下 所以就急着想找一位常人来接班欧阿祖万 而恰巧就在2002年的选秀会上出现了姚明这号人物 除了他之外也就没有其他优质的中锋人选了 所以火箭就把手中的状元签全压在了姚明身上 并和他的母队上海队取得了协议 让他能随时回国打国际赛事 就这样姚明以状元之之获选 成为了亚洲人史上 甚至整个欧亚大陆史上 选秀顺位最高且唯一的状元人选 并且姚明在体测时测出了229公分的身高 也让他成为了史上身高最高的NBA状元郎 短时间内恐怕这记录也不会再被打破 姚明不仅成为了选秀会上的焦点 也为整个亚洲篮球界带来了希望 他背负着东方篮球的颜面 准备将他的使命带到西方篮球最高的殿堂 姚明登上NBA获得了广大的关注 虽说关注点之一是跟9年前的选秀邦彦一样 是一名具有球技和运动能力的巨人 但更重要一点还是姚明有着东方连空 让他因此充满的话题性 只是就算他是状元 这张东方连孔加上生疏的英语能力 还是让他饱受大家的轻视 像是火箭队已退役的球星Charles Barkley 就在节目上公开下赌注说 如果姚明这技能单场得超过19分 那他就会亲Kenny Smith的屁股 言下之意就是说他不相信姚明有多大的本事 而其他球员也时常开姚明不会讲英文的玩笑 甚至火箭自己也不敢保证姚明一定能在NBA成功 姚明几乎被当成了准坠水状元来看待 至于火箭队当然也生怕这种状况发生 所以一开始便战战兢兢小心翼翼的 让姚明慢慢适应比赛的强度 并且希望他能从中改正自己的打法 尽管姚明的首两战确实打得非常差 但好在他的学习能力也非常强 很快他就知道该如何攻克这个联赛 在他生涯的第八场比赛时 就以高效率的方式在20分钟内拿下了20分 并且还是以完美的九头九重完成这个里程碑 当然巴克里邀请屁股的诺言 也很快就真的实践了 紧接着在姚明生涯的第十场比赛 他就以30分16篮板的成绩 将那仿佛统治东方赛场的身手 展现在NBA赛场上 大家开始不再低估他 甚至才终于惊绝 他可能真的会是不得了的人物 因为他不是只是高 只会吃饼而已 他还能勾射 抛头 甚至是中距离跳投 根本就是一名登币放大的正常球员 而在接下来的比赛里 姚明的表现也越来越稳定 不仅上场时间逐渐获得了提升 他也渐渐的成为火箭队的不动弦法 甚至也开始累积起了个人的人气 还让他因此在第一年就获选进到明星赛 是所有中锋里得票数最高的 而虽然他未能在明星赛上有亮眼的表现 但球迷都开始关注起姚明的下一场比赛 期待着他还能较出怎样的成绩 其中最著名的战役 大概就是在例行赛对决胡人队的时候 因为胡人队就是当初少数没参加姚明视讯的球队 并且正终就有一名当前联盟最强最大值的中锋 Shaquio O'Neal 四大中锋在2000年初相继年迈退役后 NBA进去就成为了O'Neal的天下 这么多年来没有一个足以匹敌他的人物 而现在终于叛到了一位 并且他还比O'Neal更加巨大 两人在初次对决的时候 虽然O'Neal仍技高一筹 但姚明也完全没有落于下风 单场就赏了O'Neal三技主攻 仿佛赏了这名联盟第一中锋三个巴掌 两人对决的戏码日后也成为联盟的一大看点 姚明星秀赛季开低走高 最后以获选进到的年度新秀阵容 虽然以状元来说 13分8篮板的成绩不算特别出色 但以亚洲球员来说 却已经是前所未有 看得出来他已一步一步的在跟上NBA的脚步 证明来自东方的巨人 准备要蓄日东升 随着姚明逐渐打出身价 证明自己绝对配得上状元的称号 人们其他球员们也渐渐从轻视他变成尊重他 不只球员间开始不再嘲笑他 还因为姚明不记仇讨喜的个性 让他和许多球员变成了好朋友 甚至也开始有广告代言早上门 已经不再胜了与美国格格不入的亚洲人 除此之外 姚明第二个赛季也再度的有所成长 在经过了一季的嗜水温后 姚明毫无疑问的已经适应了NBA的强度 第二季的表现已经堪称是一线中锋的等级 而这也多亏当时新上任的总教练小范甘迪 小范甘迪曾有执教过U-in这种历史级常人的经验 所以知道该如何将姚明的价值最大化 因此使得姚明的球技能更进一步的获得提升 在进攻端能做到更多的侧应 以及和队友的配合 让他蜕变成为队上的核心人物 只是除了姚明之外的原火箭队主力群 反而不太能适应以姚明作为核心的打法 虽然火箭在这季重返了季后赛 但季后赛草草就在第一轮就被淘汰 也让火箭开始下定决心要进行阵容上的大改造 替姚明找来适合的帮手 于是在2004年修赛季的时候 火箭不惜送走自己的先发群 独留姚明一人 把场军能合得40分的后卫打档换掉 换来了两届得分王得主 T-Mac 火箭终于再次的打造出了双核心阵容 一名中锋加上一名顶级得分手 这感觉似曾相似 仿佛就是当年ORG1和JAX的翻版 也就是火箭队过去的胜利方程式 而如今姚明和T-Mac就背负着同样的使命 也让人更期待了火箭的开机 除此之外火箭还交易来了年迈的Mutonbo 希望他能将自身的经验传承给姚明 有Mutonbo的帮助 姚明势必也会更上层楼 但在开机前 姚明有另一项使命 那就是2004年的雅典奥运 已经在NBA取得成功的姚明 奥运赛对他来说再也不均有难度 他在这届奥运会 打出了平均20分9篮板的夹击 帮助球队从小组赛出现 打进8强赛 虽然最终依然没能夺牌 但他在国际赛的活跃 也使得他在世界上更加的受到肯定 而奥运会结束后 姚明也返回美国备战性赛季 他也非常期待能和联盟的顶级球星合作 虽然两人对彼此还很陌生 但磨合期并没有花上太长的时间 两人很快就打出了默契 整支火箭队也随之焕然一行 整季打出了51胜西区第五的夹击 而在季后赛上 火箭遇上了独行侠 姚明和罗威斯基上演了精彩的全人型常人对决 只可惜双拳难敌四手 阵容上更完整的独行侠 在抢7大战中脱颖而出 火箭在季后赛第一轮就被淘汰 但不论如何姚明和TMAX携手的火箭 强势回归列强行列 对NBA带来巨大冲击 经过一季的配合 火箭双心还能带来怎样的表演就令人期待 但两人合作的第二季却以失望守场 不是因为突然碰到撞墙期 而是双心接连遭逢伤势打击 并且还错开时间轮流成伤兵 这就导致火箭整季 几乎都只有一个核心在带队 想当然的火箭战机也跟着急罪 至于姚明在这季所受的伤 全都是跟脚趾有关 他先是在开季一个月后 就因为治疗甲勾炎 而必须缺席六星期 好不容易伤欲归队后 又在寂寞的时候被踩伤了他的左脚之骨 使得他这季再也没回到场上 而姚明这季总共缺席了25场比赛 但他在有出赛的比赛里 人看得出来他还以再一次的进化 平均有22分10篮板的顶级中锋水准 甚至在季中的明星赛票选上 也以破纪录的得票数获选 而他生涯至今还未曾落选任何一年的明星赛事 可说是联盟中最受欢迎的球员之一 紧接着来到2006 07赛季 姚明经过六个月的附件 终于回到了赛场 并赶上开季 不只如此 他也以一个非常强势的身手付出 甚至还在这季12月的时候 写下连续4场比赛 得分都至少32分的记录 告诉世人 他仍是那个联盟首屈一指的顶级常人 只是在他打了正顺的时候 伤势又再一次的袭来 他在一次补防时 不巧安对有发生碰撞 导致他的左膝盖因此出现了骨裂 而必须缺席至少6周以上的时间 事实上姚明后来休养了将近3个月 这次伤势之所以会这么严重 其实是因为姚明小时候 就曾伤过他的左膝盖 这次被队友这么一撞 旧伤只先复发 才使得他必须花更多心力治疗这个伤势 只是这个伤不只影响到姚明这一季而已 仿佛就像是开启了潘朵拉的盒子一般 让他接下来的生涯都将会与伤为伍 到了2007-08赛季 姚明再一次的没有错过开幕战 他也马上的就以一个高强度的身手回归 丝毫没有才刚被大伤轻视的感觉 而火箭队也在他回归后 渐渐打出佳计 球队在2008年后开始步上轨道 打出了一波21神失败 姚明毋庸置疑是其中工程 他就仿佛不曾受伤一般的 持续拿出好表现 火箭的情势也在他坐镇下一片大好 只是这过于顺遂的旅程 却是个假象 姚明的身体早已一点一滴的在崩塌 摇摇欲坠 反复出现了脚步伤势 使得他脚即使痊愈后 也承受着极大的压力 再加上姚明进到NBA后 为了增加对抗性而持续了增重 体重早已突破了140公斤 在联盟里也称得上是数一数二了 这更是替他的脚增添额外的负担 最后他的脚就再也支撑不住 出现了硬力性骨折 姚明又再一次的缺席了剩余的所有赛事 而这也是他连续第三季 未能达60场出赛 虽然姚明的左脚反复的出现骨折 也确实有点击亏他的信心 但他不能一蹶不振 因为2008年夏天仍有一项任务等待他的完成 那就是与北京举办的夏季奥运会 这是姚明第三度参加奥运会 或许也将会是他的最后一次了 所以说什么他都得把握住 而尽管他才刚从商事复原回来 但他仍奋力一搏替球队出战每一场战役 最后也顺利的帮助球队从小组赛出现 姚明没有辜负他对国际赛的承诺 始终如一的完成了他的使命 透过国际赛的表现 也稍稍的让姚明找回了一点信心 2008-09赛季 是他四年来最健康的一个赛季 虽然他的表现因为上场时间的线缩 而有些微的下滑 但整体人维持在场圈20分10篮板的水准 并且各种投篮的把握度 也都是四年来最好 看来商事真的一点都没有影响到他的球技 事实上后来姚明也有说过 虽然接连的脚伤确实对他的行动力造成伤害 但因为他长得够高 他打球本来也就不太需要跑跳 所以只要不影响他投篮 他就依然能上场做出贡献 而他也确实的做到了 那些本该对他生涯造成打击的伤势 都在他天生的身材优势下得以化解 看来真的是一名不会被伤势击倒的巨人 可惜这是一语成诚 在这一年的季后赛上 姚明就再一次的因为被冲撞 而伤了他的右脚 尽管当下他认为伤势不严重 所以又持续了上场奋战 甚至还打了接下来的两场比赛 但右脚的伤 让他下意识都把压力施加在左脚上面 直到他突然感觉到左脚一股刺痛 接受X光检查后才发现 他的左脚也又出现了骨裂 最后让他肌肉赛只打到一半就黯然退出 无法跟着队友继续拼搏 而虽然这次的伤还是骨裂 但反复的骨折 骨裂 也让这个伤更加难以痊愈 导致姚明之间被宣告 接下来的一整季都爆销了 成为他生涯首度没有出赛纪录的赛季 姚明经过了一年半的治疗和复健 终于又在2010年时重回了赛场 只是当大家都认为这个巨人 能再次克服伤势的同事 才回来打了无常比赛的他 就又再一次的骨折而整季爆销 这种骨折已经变成了他的常态 使得他难以再继续辞呈篮球赛场 尽管他这时才30岁 正值当打之年 球迷也对他还有高度的期待 但他的身体他自己最清楚 他晓得他的篮球生涯已经走到了尽头 在成绩了一年之后 姚明于2011年时宣布了退役的决定 一代亚洲传奇 正式的谢幕 姚明在NBA待了9个赛季 打了其中的8个赛季 但健康出赛的赛季仅仅只有4季 话虽如此 他仍在2016年的时候 荣获为篮球名人堂的一员 以对他篮球生涯的肯定 以及表扬他对篮球界的贡献 姚明的贡献 并非指他在场上的表现 不是指他得了几分 抓了多少个篮板 更不是拿了多少冠军界 而是他克服了地域差别 证明亚洲球员也能进军西方世界 并且他也成功挺过了考验 成为篮球领域中数一数二的顶级球员 姚明所象征的 不只是突破东方人的上限 他也让整个世界 再也不能够看扁 亚洲篮球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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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